看下上节课是讲到这个 这个了最后一个两次 车票 还有一个票 还有一个票是这个 这个也是票 这个写作切服 更强调的是车票 什么那种 电车票啊 或者是地铁票啊 这里 的话强调的是那种 嗯 你叫 音乐会儿的票 音乐会儿的票或者飞机票之类的这种票 一共两个票 这两个一般放在一起 好让我们看 再往下一个圣诞节三调营 Kurisi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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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 Kurisimus Kurisimus 我 不是说 我爸爸 我爸爸 我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啊 我爸今年多少岁了啊 跟别人说啊 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爸爸的时候用 Kurisimus 向别人介绍自己妈妈的时候用哈哈 下一个哈哈 再往下一个 写作这个父 Otosan Otosan 这个的话是别人的爸爸 比如说你爸爸 Otosan 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啊 或者说是称呼自己的爸爸 对应的话就是Otosan 别人的妈妈 或者是称呼自己的妈妈 Otosan 再一个是副词 他翻译成已经 已经 所以是过去诗 过去诗 我们后面会加的是 Masita Masita 下一个Mada Mada 还没还没上位 还没有怎么怎么样 我还没吃饭呢 是吧 还没怎么怎么样 没有发生的 最后一个 Korekara 从现在起 接下来 Korekara 从现在起 我以后又好好学习了 Korekara 好 这个是单词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第六课 第七课的语法 第七课的语法 第一个还是 我们先复习一下 之前学了 交通工具家 骑什么什么 坐什么什么 乘坐什么什么 坐电车去公司 第二个 一人で 一个人 自己 一人で 日本へ 行きました 自己一个人 去了日本 下一个 表示一个地点的 名词 加で 再加动词 动作发生的场所 翻译成 在某地 做某事 駅で 新聞を 買いました 在车站 买了 报纸 那我们学了 三个で的用法了 这就跟我们学 第四个で 名词 加で 再加动词 表示方式 方法 手段 工具 翻译成 中文是 就是用什么 用前面 这个名词 做某事 比如说 我 用筷子 吃饭 筷子 是我的一个 工具 我用相机 照相 相机 也是我的 一个工具 方式 方法 手段 工具 这四个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你只需要 在 动词 前面 加上一个 day day的前面 再加名词 就行了 名词的话 我用筷子吃 我前面 就加筷子 就行了 好 我们具体的 在这个句子当中 看一下 第一个动词 是tabemasu 吃 吃饭 吃东西 好 那我如果 我刚刚说的 用筷子 用筷子 吃饭 那我就在 tabemasu 前面 加个 day 就行了 加个 day day 前面 再加上筷子 就行了 筷子 是什么 走 で 食べます 走 是吧 走 で 食べます 就行了 走 で 食べます 好 下一个 report を書きます 是 什么意思 report を書きます 写报告 写报告 是吧 写报告 那 我现在说 我用日语 写报告 日语 是我的一个方法 或者说方式 用日语的方式 来写 日本 で report を書きます 日本 語 で report を 書きます 下一个 宿題 を します 写作 是吧 写作 那我用什么诗 我用 鉛筆 写作 鉛筆 で 宿題 を します 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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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 宿題 を します 好 再往下 寄付 を 買 買 名票 寄付 を 買 名票 名票 那我用 那我用什么 我说我用 か 美 用 か 片 去 買 カード で 切符 を 買 ます カード で 切符 を 買 ます 用 か 去 支付 票 最後 紙を 切ります 什么意思 紙を切ります 切ります 切ります 就是字面的意思 切 切的话 切 剪都行 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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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剪指 用剪刀剪指 剪刀是什么 剪刀 は さ み は さ み は さ み で 紙を 切ります 剪刀 我的工具 是 剪刀 は さ み で 紙 を 切ります 下 一个 学日语 日本語 を 勉強 します 好 那用 什么 学日语 我说 我用电脑 学日语 一直在哪里 老师 在这里 日本語 を 勉強 します 用 电脑 学日语 コンピューター で 日本 を 勉強 します コンピューター で 日本 を 勉強 します 下 一个 写真 を 撮ります 拍照 写真 を 撮ります 用什么 拍照 用相机 拍照 カメラ で 写真 を 撮ります カメラ で 写真 を 撮ります 好 最后 一个 映画を 見ます 映画 見ます 看 電影 看電影 用什么 看 用手机 看電影 手机 是 手机 手机 携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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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画 を 見ます 好 这个 这个 第四个 用法 第四个 d 的 用法 好 这个 比较 简单 有没有 什么 问题 好 没有问题 的话 我们看 下一个 疑问 次 疑问 次 疑问 次的话 写作 何 何 一般用的是 何 表示方式 方法 手段 工具 的时候 他这个 何 一般 读的是 何 何 你点 用什么 那么 看一下 这个 字 中国人 用什么 吃饭 中国人 中国人 何 何 何 で 何 何 で ご は を 食べ ます か 中国人 は 何 で ご は を 食べ ます が 中国人 用 什么 吃 饭 回答 说 用 筷子 吃 饭 端 で ご 食べ を 食べ ます 端 で ご を 食べ ます 端 で 食べ 端 で 好 好 下 一个 句子 昨天 用 什么 发 的 油 件 昨天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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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 何 で 何 で 幼稚 を 昨日何でメール邮件を送りましたが 送ります ファソン送りましたが 用什么 ファ的邮件 コンピュー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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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ソコンで送りました 好 这个是D的第四个用法 第四个用法 好 我们这节课再学一个D的用法是 第五个D的用法 像前面是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句子 前面是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加上V V 然后呢 是什么什么Go 什么什么Go D 什么什么Go啊 Go是语言是吧 英语日语韩语都行 英语英語 英語 日语日本語 中文中国語 都行 然后后面再加D 然后是什么什么D 子 它的翻译呢 就是前面这个词 或者说前面这个句子 用什么什么语言来说 是什么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句子 前面是一个词 arigato arigato 然后wa 然后语言用的是ego ego 然后我们加上一个de ego de thank you des 也就是说 arigato 用英语来说是thank you 这个是语言的一个用法 也用de 好 我说 sayonara 用中文来说是再见的意思 是再见 sayonara は中国語で 再见です sayonara は中国語で 再见 です sayonara 用中文来说 就是再见 这两个是前面加的是个词 那我们看一个句子 句子 明天去日本 是吧 明天去日本 です 你把前面放上 把前面放上你要说的句子 后面 然后把语言放上后面 就放上你的语言相对应的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含义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会用 他经常会用的是疑问句 疑问句 比如说 konnichiwa 用韩语说是什么呢 konnichiwa 用韩语说是什么呢 韩语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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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语说的 是韩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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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dai 的用法 dai 的话到这是五个用法了 后面还会有 还会有很多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节课还有一个注词的用法是ni ni 的用法 我们之前讲了第一个用法 具体时间加ni manichi shijiji ni okimasu 每天7点起床 再一个 表示目的地的时候 naigetsu ni hon ni ikimasu 下个月去日本 表示目的地的时候他就可以换成a 他就会换成a 这是之前学了两个ni的用法 今天我们学第三个ni的用法 表示对象 表示对象的用法 好我们看一下具体的 那语法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a wa b ni nani nani o 动词 a wa b ni nani nani o 动词 那我们把动词加上去看一下 a wa b ni nani nani o kakimasu nani nani o kakimasu 他的翻译是kakimasu 我们这个课学的翻译是打电话的打是吧 打电话的打 那就是 a给b打电话 a给b打电话 那b是什么 b是一个对象是吧 a打给谁啊 a打给b b是对象 b是对象 所以在b的后面加ni 那他这个是 a给b打电话 b是什么是接电话 b接电话 所以呢 他这里b是对象 但而且呢 但是而且呢 他是一个接受的对象 他是接受了你的电话 接受了a的电话 啊 所以他是属于接受的对象 好 后面还可以换的动词 aはbにnani nani o kakimasu nani nani o kakimasu a写给b a写给b 比如说 比如说 a写给b 一封信 是吧 a给b写信 那b是不是对象 a写给谁啊 a写给b 所以b是对象 b后面加上ni 好 下一个 aはbにkashimasu kashimasu 借 借给kashimasu 写作带 是往外借的意思 那就是a 借给b 什么什么东西 a借给b 什么什么东西 b是对象 是接受的对象 a借出去了 b借进来了 所以b是接受的对象 后面要加ni 好下一个 还可以用的是 oc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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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交给他 a交给b 什么什么东西 b是对象 所以b后面加ni 最后一个ageimasu a给b 什么什么东西 啊 这些呢 这些词遇到的时候 它前面的话 一般来说b都是加ni的 好 那我们来造一下句子啊 第一个是这个样 第一个用的是 kakemasu 打电话的打 那我这样的一个句子看一下啊 watashi wa watashi wa chichi ni 这里的话 watashi 就是a了 a了 chichi的话是b watashi wa chichi ni 要加ni a wa b ni a wa b ni 谁给谁打了什么东西 谁给谁打电话 那你就把a和b的地方放上人就可以了 啊 啊 后面这个的话可以说小王给朋友打了电话 那就是 o san wa tomodachi ni 电话 电话 をかけました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 第二个句子 写 写信的写 好 我说小王给家里人写了信 o san wa ka so kunji 手紙 手紙を描きました 手紙を描きました 描きました 描きました 是吧 O san wa ka so kunji 手紙を描きました 好 我说 後面这个 watashi wa ka so kunji 那就是我给家人 是吧 我给家人写了信 好 第三个借 我说 我借给朋友钱了 watashi wa tomo datchi ni kashimashita tomo datchi ni okane o kaki kashimashita kashimashita watashi wa tomo datchi ni okane o kashimashita 我借给朋友钱了 我借给朋友钱了 后面写的是 kare wa o san ni 那就是他借给小王 他借给小王钱 好下一个 教 教 老师教给学生日语 先生は学生に日本語を教えました 先生は学生に日本語を教えました 学生は学生に日本語を教えました 学生の語を教え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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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語法は、これが簡単です 学生の語を教え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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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B不能是我和我的家人 B不能是我和我的家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句子不能用于别人给我 不能说老师给我 也不能说小王给我 就是B的地方不能放我 不能放Watasi 也不能放什么 也不能放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包括什么 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姐姐这些 这一类的都不行 就是属于我方的人都不能用 只要你不把B 就是B的地方不放上我和我的家人 这个句子其他的都可以 就是可以用于第一 我给别人 我给别人 别人这个时候B是别人 没有问题是吧 别人没有问题 A的话也可以是我 没有问题 我给别人 那我这样的一个句子 我说我给小王 我给小王花 Watashi wa O-san ni Hana wo agemasu Watashi wa O-san ni Hana wo 这用过去式的话 就是我给了他 我给了他小王一个花 我送了小王一个花 都行 或者是说用于别人给别人 别人给别人 B的位置还是别人 不是我 那就可以 说小王给了三天生日礼物 O-san wa Yamata-san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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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o agemasu 嗯 好 我们用这样子的 O-san wa Yamata-san ni Tanjoubi no Present Present 是礼物 是吧 Tanjoubi 是生日 那生日 中间加一个 No Present 那就连起来生日 礼物 Tanjoubi no Present を Agemasu 好 所以这个语法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话 就是这个 Agemasu的用法 好 这个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疑问词 疑问句 疑问句 第一个疑问词 用搭类 Dare 谁 好 我们看这样的 一组句子啊 O-san wa Kino Dare ni Tekami wo Kakimashita da 小王 昨天 给谁 写了信 给谁 写了信 那谁的话 是对象了 虽然是一个疑问词 但他也是个对象 所以他后面有加に Dare ni Tekami wo Kakimashita ga 好 回答说 Kanojo ni Kakimashita Kanojo 是一个对象 他给谁写信了 他给他 女朋友写了信 女朋友是对象 所以他后面加に Kanojo ni Kakimashita Kakimashita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句子 我们造一个句子 说 你把橡皮 借给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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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 借给谁了 谁 我们是 Dare 后面加上一个 表示对象的 Ni 是吧 Ni Dare ni Keshi gomu Keshi gomu 橡皮 Dare ni Keshi gomu Kakimashita ga Dare ni Keshi gomu Kakimashita ga 这个句子 省略了 是 Ni 是吧 Aなた Aなたは Aなたは Dare ni Keshi gomu Kakimashita ga Ni 把橡皮 借给谁了 好 回答 Oさん Ni Keshi Mashita 借给小王了 小王是对象 所以他后面 Yotian ni Keshi gomu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疑问句 用的是 Nani 的疑问句 Nani 什么 这样的一句子 O kakasan no tanjobi ni Nani O kakimashita ga Ake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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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 ga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Ni O kakasan no tanjobi Mama de shenri Mama de shenri ni Nani wo Akema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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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 ロロロ等等 Hankan 也是我 家人 不能用你的 我的家人 都不容易 我 我 互 Keshi 也是我的家人 这里的话是 这里问的是 你妈妈的生日 你要送给她什么 这里省略的是 对方 这个是问你 我问你 你妈生日 你要送给她什么 这个可以理解吗 你妈妈 你妈妈的生日 也是家人的 我家里的人 妈妈也是我家里的人 不可以拥有 不是 这个不是说我妈妈生日 这个说的是 对方妈妈的生日 是别人 对方的妈妈 是别人 不是我方 不是我的 我的家人 我问的是 你妈妈生日 你妈妈的生日 你要送给她什么 这个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可以 好 让我们继续 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 你妈妈的生日 你送给她什么 那 这是 你的话 就是说 是 Ocaso no Tanzo be 的 一个对象 对于 你妈妈的生日 是吧 你送的是什么 这里的 你的用法 也可以当作对象 好 这个是表示对象的 你的一个用法 接受的对象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回答的时候 他不是说 送花 那不是送给他 妈妈花吗 那不还是送给 是不是还是送给自己 对妈妈的花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在这个剧当中说 Agemas 不能用于我 和我的家人的时候 但是 如果是我做主语 我送给妈妈 是吧 我送给别人 就是如果 我做主语的时候 那我送给任何人 他都是一个 就是 都是属于别人 刚刚那个说的是 是在这里 看一下啊 我给别人 或者说是 别人给别人 这个时候 可以用Agemas 那我给别人的时候 我是主语 那剩下所有的人 都是别人 虽然她是我的妈妈 那什么情况是 我送给自己的妈妈 不可以啊 别人给我的时候 别人送给我的妈妈 那就不能用了 别人做主语的时候 后面不能用我 也不能用我的妈妈 但是后面什么人都可以用 那明白 就是说别人送给我 不行 不能用这个 嗯 OK 好 这回清楚了 好 这个是 你表示接受对象 接受对象的用法 我们给她 就是稍微的补充一下 到你的那种 注词理念 注词你的用法 因为你的话 是注词当中 最多的一个用法 可能有十几个吧 所以的话 我们就学一个 总结一个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你 你还是表示对象的时候 这时候是提供的对象 提供的对象 它的语法结构 还是 AVBNNNNNNO动词 它的后面 可以用的 这里的话 就是说 我刚刚 刚刚那个 表示接受对象 和这个表示提供对象 后面的这个动词 只是说 这节课的动词 这节课我们用到的 学到的动词 那它后面 就是随着我们动词 学到越来越多 它可能可以用别的动词 目前为止 我们这节课的动词 只有这一些 那我看我第一个动词 用的是 MOLAIMASU MOLAIMASU 它的翻译是 得到 得到 那这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就是 A从B处 得到了 什么什么东西 A从B处 得到了 我从 我从小王那里 得到了一个 什么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看 这样的一个句子 O san wa li san ni O mi yage o MORAIMASITA 那就是小王 从小李那里 得到了一个 那个 特产 纪念品 小王从 小李 小王从小李那里 得到了 那小李就是对象 小李是什么对象 小李是提供的对象 它是他提供的 这个东西 给的小王 所以呢 小李后面 要加你 那这个句子 也可以用于 我 我从 谁谁谁 那里 得到了 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们看 这个句子 这样的一个句子 我从妈妈那里 得到了一个电脑 我从妈妈那里 得到了一个电脑 那也就是说 嗯 那 那个 把他西娃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我做主意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来说 是什么的 直接可以说 我母亲 把他给了一个电脑 那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揚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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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 不能用于我吗 我不能说 妈妈给了我一个电脑 但是我可以说 我从妈妈那里 得到一个电脑 那但是呢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啊 虽然说这个是A从B出得到 你也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给它翻译成 妈妈给了我一台电脑 就是翻译的话 中文翻译的话一般就是灵活一点 翻译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要知道的是Agemas不能用 Moraymas就可以用就行 如果你想强调任何人 给了我什么什么东西 不是都不能用Agemas吗 那你就全都把它换成 Moraymas就行了 好下一个 下一个使用的是 那就是A从B的那个地方 A从B处借到了什么什么东西 刚刚是借出去 A借给B什么什么东西 现在呢 是A借到了什么什么东西 还是从B那里借到了 那B是提供的对象 提供给你什么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推特 我说Sato-SatoSang从B那里借到了一个电子字典 SatoSang从MilaSang那里借到一个字典 这点是电子购买了 购买了 购买了 电子购买了 好下面我们再造一个说我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个橡皮 我的话是可以省略了 好第三个动词 A从B那里学到了什么什么东西 那B就是提供给你的对象了 好那我们做一下说Yamata-san他从Sato-san那里 他学到了网球 Yamata-san Sato-san Sato-san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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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ata-san Sato-san Tennis Tennis 好 现在我们来造一个说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日语 私は先生に日本語を習いました 日本語を習いました 好 一般情况下 我做主意的话都省略了 都省略了 好 那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看三个翻译 一个是A从B那里借到 得到 A从B那里借到 然后A从B那里学到 它都是A从B那里怎么怎么了 A从B那里怎么怎么了 那我们这个从 有没有想法 可以换一个主词吗 学过从吗 从 你从哪里来 从哪里到哪里 从几点到几点 我们用的是 Cala 是吧 Cala 所以的话在表示提供的对象的时候 看一下啊 表示一定是提供的对象的时候 这个你全都可以换成Cala 一定是提供的对象的时候 你可以换成Cala 那在用Cala表示从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说表示团体组织集团之类的必须用Cala 表示团体组织啊 比如说什么学校啊 银行啊 银行啊 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个团体 都是一个组织 从这些的时候必须用Cala 不能用您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句子 从学校学到日语 刚才是从老师那学到日语 老师不是一个团体 所以我们可以用您 但是学校属于一个团体 属于一个组织 所以的话 必须要用Cala 我们来造一下这样的一个句子 从学校学到日语 打工 Cala 打工 再一个图书馆 是吧 图书馆 也是一个组织 一个团体 所以必须要用Cala 从图书馆借到书 图書館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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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書館の本を 借りました 借りました 銀行から 銀行から お金を 銀行から お金を もらいました 分か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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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いただきたい 分かりました 分かりました 私は 学car 分かりました 分かりました 好,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先到这吧。 谢谢老师。